之前都是 真的没有听过她说话 想不到 她的事业搞到那么大 对不对 然后那么多方面的发展 不过她说话轻声细语的 然后总觉得她整个人比较 秀气 没错 而且我觉得儒雅这两个字 真的很适合形容她 而且我是第一次遇到一个 那么符合儒雅这个形容词的一个人 而且她也非常的温和 不过你也可以感觉得到 她是有那个目标跟勇气的